汽瑶宝柯 绿营议员梁文杰说 有支持者不愿叮当选而投科 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这次台北市长选举拿下58820票 以3254票差距前身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 而民进党候选人姚文志获得24.4万票 瓜分17.29%选票 由于昨日边投票边开票 丁守中质疑选民可透过手机了解开票情形 诺批中选会跟台北市选委会合谋操作气保 中选会跟台北市选委会竟然没有任何的作为 容许在四点钟的时候一边在开票 同时一边又在投票 这样子明显的造成让气保的空间能够出现 对于气保之说 柯文哲今天凌晨在国际记者会上表示 到这次选举我认为没有什么气保 因为事实上我们从最后得票的百分比 事实上比四千的民调都还要高 我以前的民调从来没有到17%的 你现在问我的话 觉得从结果来看 这次没有气保的现象 不过民进党北市党部主委陈正德 不以为然的说 气保是柯文哲与丁守中操作选战手法 气保的从来都不是姚文哲的问题 是柯正宁跟丁正宁的问题 我们是从头到尾拼到尾 我们根本不管民调就几% 国民党议员戴希青表示 公投榜大选造成冗长排队队伍 结果一些年长者气投让柯文哲获利 民进党议员梁文杰认为 台北市确实有气保问题 他的支持者中又为了不让丁守中选上 而投给柯文哲 这是支持者自己做的决定 他也认为边开票边投票 可能影响投票人的意向出现气保 但梁文杰说 丁守中若要赢得诉讼 可能要找出很多证人愿意出来作证 且这些人足够多到3000多票能影响结果 否则要翻盘恐怕很困难